大家好,我是Paul 和大家做新品瑜伽 明天也是星期六 Linke SB也是一對新的鞋頸 這次的鞋本身是滑板手 但是這次的主題是關於拳擊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跟大家說一說這次的故事 其實這次的故事是關於Paul Wrigers 這個名字其實非常拗口 其實是算滑板界的神童級別 滑板其實通常都是三段 Pro、AM和Pro Pro是指不定時可以獲得贊助的全期手 AM就是會獲得滑板 滑板公司定期贊助的滑板手 Pro就是全面贊助和定期獲得工資的滑板手 其實這個主人工Paul 12歲就得到自己第一塊滑板 15歲就成為了AM 17歲就成為了Pro 2002年它已經是年度最佳滑板手 其實可以說它是什麼呢? 其實滑板界的一個搞搞者 其實Nike是為了它出了一個 去到第10代的個人簽名鞋 但是它沒有去到第11代 這次Nike就幫它做了這一雙滑板鞋 這次其實它的顏色主色就是白色 我個人其實都比較喜歡白色調 就是叫做淺色系的一個鞋 這次它就是用這個拳擊的元素去做這雙鞋 大家看到它的鞋頭最容易玩的 這個模糊過於這兩隻的一個 好像代表呢 拳擊冠軍的一個戒指 也是用了腰帶去做元素 上面就寫著WALL CHAMPION 上面也寫著XVXB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它自己也說過 如果它沒有去滑板 它會做一個拳擊手 這次大家看到鞋身也用了一些紅色的線 和一個綠色的手指去做歐勒 這次這樣做呢 也是為了代表它自己的一個人 這個墨西哥籍 所以它這次就是這樣做一個色調 而且鞋身這個位置我都覺得是非常好看 因為還有一個拳擊的元素是在上面的 其實也是有一點Gucci的配色 鞋底就是一個綠色和紅色的 這次這雙鞋呢 星期六就要發售了 晚五準備了一個豐富的主要器 給大家去玩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這雙鞋的上腳效果